Omicron病毒进入社区大流行 预防感染成为重要课题 日本医学博士研究发现 体温上升一度免疫力可以提升5到6倍 国内医师表示 提升体温最好的方法就是泡澡 头在水面上之外 其他地方泡到热水里面去 热水温度拉到41度 那你就可以快速地提高你的体温 那一般来讲提高体温到5分钟左右 就可以拉升你的免疫力 预防各种上回气道的感染 医师表示 泡在41度的水中5分钟 每周4次以上 可以降低6成病毒感染的几率 日本以色列芬兰都有研究指出 每天洗热水澡拉高体温 不利于冠状病毒感染 不止西医 中医也有一套靠升高体温 来提升免疫力的方法 准备黄芪 桂枝 甘草 生姜和红枣等中药材 这些免疫物质 其实都是在借着血液带到身体各个地方 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好 常常我们会用一些药槽 然后可能去煮过之后 来加强你身体的循环量 可能用一些调血气的药 用一些补气的药做成这样子的药包 那我们可以来泡脚泡澡 中西医不约儿童提醒 提升体温必须是平常身体状况正常的时候 如果本身已经有发烧或是其他的发炎反应 升温可能会让病灶更加严重 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晨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 我们下期见